张化县橘子舞团 于7月23日至8月28日 受国际民俗艺术节协会邀请 将参加意大利艺术节演出 张化县文化局特于该团赴意大利行前之际 19日在张化县政府广场 由副县长林田副代表举行授起仪式 以肯定舞团对台湾文化与国外交流的努力与付出 这一次到意大利演出 主要所有的舞马都是富含东方的艺术的气息 然后特别把台湾的元素加在里头 包含了祥诗宣瑞 十二婆姐 还有台湾主曲 还有美丽的海洋 以及像武术表演等等 这些都是在西方筷子人口最受欢迎的部分 那透过这样的国际艺术节的表演活动 我们相信举止舞团一定可以把台湾跟意大利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得很好 也可以把我们台湾的特有的文化 甚至我们彰化在地的文化加以宣扬做好最好的文化外交 我们有到米兰 然后到米兰东北部 还有到南部 那么最特殊的是我们会在一个古罗马大剧场 那么那个地方是容纳五千个人的露天剧场 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古剧场 那在那里演出我觉得我们非常的荣幸 因为除了观众会有五千人之外 当地的市政府重要的官员全部都会出席 是一个很正式很好的表演机会 就是当然就是在国内其实就是因为很喜欢舞蹈 那跳舞当然就是会觉得很开心 可是出国又是另外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可以就是让我们各国呢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就是不同的风情文化 然后把我们台湾的文化然后推广出去 然后各国都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最好的一面 对 林副县长表示 举止舞团是彰化线培育的优秀舞团 透过这次参加艺术节演出机会 以舞蹈与各国艺术团交流 并由国立云林科技大学休闲运动研究所 林恩次教授担任团长 率领艺术指导李玉美 武术指导罗国维 音乐指导许桂才所组成的31人演出团体 提升表演层次为行销彰化尽心尽力 且该团预计演出回国后 也将进行归国公演 让台湾观众不用出国 也可以欣赏到举止舞团 在意大利艺术节的演出内容 届时欢迎大家踊跃观赏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 至于敌人被绳于 宗教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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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